水平地面上有一个箱子 小胖子想用石牛的力把它推走 但是没有推动 那箱子所受的摩擦力是多少呢 箱子静止不动 说明箱子在水平方向受力平衡 箱子只受到向右的推力和向左的静摩擦力 现在就可以求摩擦力了 摩擦力的大小与推力相同 等于石牛 方向与推力方向相反 推完了箱子 小胖子想喝口水 于是拿起了一个水杯 杯和水的总重力为二牛 杯子所受的摩擦力是多少呢 此时杯子静止 说明受力平衡 在竖直方向上 杯子的重力竖直向下 杯子相对于手静止 此时为静摩擦力 方向竖直向上 所以摩擦力就等于重力 大小为二牛 不过小胖子怕杯子掉了 更用力的握住杯子 那摩擦力会怎么变化呢 杯子仍然静止 摩擦力与重力平衡 重力没变 所以摩擦力也不会变 依然为二牛 小胖子觉得水不够喝 往杯子里加了一些水 摩擦力又会怎么变化呢 还是用原来的思路 杯子静止 摩擦力与重力平衡 不过此时重力变大 所以摩擦力也会变大 但方向不变 来总结一下 要想求摩擦力 首先分析物体的运动状态 若保持静止 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则可以判断出物体受力平衡 通过计算 就可以求出摩擦力 这就是利用二地平衡求解摩擦力 你学会了吗 呵呵